如何在常温下把九根火柴变成液体呢 想不出来对吧 我来教你吧 本 常温下是液体 有剧毒 就像我一样 啊 你真的好无聊啊 啊 哎 哈 多好玩啊观众朋友们 你们大家评评理 觉得那个本很有趣的 请在弹幕里打1 觉得很无聊的 请写出SIXX的零处的三阶态展开 哈 果然大家都觉得很有趣啊 我读博的时候经常有人跟我说 你们这帮人整天做化学实验人生太无聊了 这我就不服了 你说谁无聊都不能说我搞化学的无聊 你无聊的时候会干什么呢 打游戏 补饭 吃薯片 但是搞化学的人无聊的时候在干什么呀 有机合成啊 除了生孩子 是的 世界上就没有有机合成做不到的事儿 它是用复杂的有机反应创造物质 比如做啤酒鸭的时候 其实锅里就是酒精和醋合成香香的乙酸移植 你要是不懂有机合成 那你连鸭都做不好 大部分有机论文都比较严肃 但世界上总有些化学家是快乐科研主义者 美国Rise大学的无聊的托尔教授 发过一篇无聊的paper 他成功合成了一种长得像人一样的分子 身高2纳米 命名为Nano Kit 你说这科研有什么意义呢 很难想象这种研究也能发paper 它一同操作 合成了小人的上半身 又一同操作 合成了下半身 拿本环作为了关键部位 最后一首我们小学二年级学过的 巴翠化Sono Gashi的偶连反应 得到了这个Nano Kit 它还可以根据心情给小人换装备 比如换着头变成纳米君主 纳米厨师 纳米学者 我怀疑这的课题组很喜欢玩奇迹暖暖 通过把三件变成单件 他们成功的让小人翘起了一条腿 命名为 纳米芭蕾舞者 我怎么看 怎么觉得在撒尿 我用Cam3D画出了它的三维结构 在软件中给分子升温 由于化学键的震动 它就会跳起舞来 我们把两个小人的手指画反应 连在一起之后 还可以跳双人交易 全程读完文献并完成分子建模的闭谋表示 这个教授真是我人生结果最无聊的人了 前年我曾把这个小人升温跳舞写在了微信公众号上 结果这个教授组里面有人是我的读者 把我的推送给教授看了 教授欣慰地表示 这个有趣的中国小伙子才是真正懂我的人 是啊 科研的真谛不就是要快乐吗 冥冥之中 纳米小人的无聊工作跨越重洋 将两种无聊化学工作者的心灵连接在了一起 后来我发现 像它这样的快乐科研主义者还蛮多的 很多化学家都热衷于用碳链编织各种奇怪的分子 这不是你小时候玩的罗斯邦块 这是一个扒着碳的分子 作者说这很像破了的窗户 所以命名为Broken Window Pain破窗栏 然后化学家就纷纷开始实现建筑梦想 造出了过家家的房碗 哥特风筝的教堂碗 可以买菜的蓝碗 有两个尖尖的鸟龙碗 更牛逼的化学家又造了一个这玩意儿 命名为妙碗 我觉得它可能是要金格斯的合成 但这分明就是两个鸟龙碗黏在一块 起了个新名字又写了一篇文章 这种瞎合成的风气传入我国之后 我们成功合成了鸥丸 这就是外国科学家永远不认识的 21世纪是生物的世纪 化学家无聊的时候也在探索生物的奥秘 比如这个叫十足鸟锡 这个叫蝴蝶锡 这个叫企鹅铜 如果你今天还没有吃到螃蟹的话 可以给自己合成一个螃蟹铜 无聊的化学家还合成了自行车碗 适合万圣节的南瓜环 身在实验室但心怀宇宙的阿夫罗碗 人生就要不断攀登的楼梯碗 我发现楼梯的尽头是一个辛酸甲脂 看来化学家想告诉我们 人生就是一段注定辛酸的阶梯 你可能在想 化学家合成这些分子有什么用呢 整天拿最牛逼的经费做最傻逼的科研 的确 这些奇怪的分子 大多是化学家的炫技 就是没什么用 但它们的合成是在证明一件事 人类可以拓展物质存在的边界 一个纳米小人在你眼中可能是纯搞笑的 但在化学家的心里 一个天马牛逼的想法诞生了 为什么不给纳米小人改善一下生活呢 2006年 前面合成的纳米小人的托尔教授 给他的小人合成了一辆世界上最小的汽车 只有4纳米长 一根头发塞上跑2万辆也不带堵车的 这个小车既有底盘又有车轴 用富勒西做成的车轮圆不留秋 每个车轮都可以独立转动 托尔教授堪称纳米界的四驱兄弟 后来他觉得自己玩不过瘾 拉了几个大佬一合计 就举办了一个纳米车赛 邀请学术圈都来合成纳米车 用扫描隧道显微镜的探针驱动小车 看谁的车能在36小时内跑完100个纳米 学术界顿时兴奋起来 有6个课题组揣着自己做的小车车 跑到了法国一世高下 这些车起名都很魔幻 纳米风车队 山猫队 绿色婴儿车队 纳米改装队 才爷魔力队 最霸气的还是托尔教授的车车 叫做偶级竞速者 一听就可以拍一部好莱坞大片 比赛同一规定要在金赛道上开车 偶级竞速者说他们在金箔上面太容易飘移了 连车手都找不到车 要求换成了银制赛道 有钱课题组的科研就是这么枯燥 最后果然他们不负众望一级学生 以时速75纳米获得了冠军 那日本的才爷魔力队就比较惨了 比赛刚开始控制小车的机器就崩了 重启后再来又崩了 最后折腾了一小时就跑了1纳米 只好认输 这种实验一分钟修仪器一学期的感觉 像极了你平时的科研进展 我给大家查了一下 第二届纳米车赛已经开始报名了 比赛将于2021年在法国举行 还有两年时间 如果你想去挑战一下呢 我觉得现在还不算太晚 加油 人类已经造了分子小人 分子小车 未来还可能会造分子工厂 分子大楼 这种无聊的科研虽然快乐 但往往面临质疑的声音 你用科研经费做这些究竟有什么用呢 在我看来 这些科研的关键 不是化学家做出了啥 而是他们想做出啥就可以做出啥 一个破窗丸的合成 需要克服分子内巨大的张力 一个纳米小人的合成 依靠精准高效的反应控制 一台纳米车的合成 考验了每一个部件的组装技巧 化学家只是在用最直观有趣的方式告诉我 化学的魔法已经可以这么神奇了 普通人眼中的无用 也许能点燃天才创新的文化 今天的无用放在未来 就可能颠覆世界的认知 X射线获得第一届诺奖的时候 人们不会想到1971年 基于它发明的CT机拯救了文术的生命 今天时速不到100纳米的小车 明天也许就能运制靶向药物 攻克癌症 2016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就翻给了纳米小车的三位鼻子 无聊的科研并不无用 而是知识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 好的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 我最近也闲了无聊 设计了一个乔本环奈分子 长这样 不对不对 是长这样 你得用乔环连接了本和耐的化合物 有没有你的大程度帮我合成一下呢 最后一定要记得三连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